請開始 謝謝主席 那我請市長上備訓台 市長 副市長 各局署首長 大家好 那 議員早 首先在這邊要感謝市長 因為市長就任市長的期間 也是我擔任議員的期間 所以過去四年多來 本席跟市長建議過很多事情 市長也都很努力的在幫本席解決 或者是聽取本席的意見 感謝市長 舉凡說我們大三陰地區各項建設 譬如說我們三陰大橋的改建 我們捷運三陰縣的工程 新北市立美術館的新建 英哥生命紀念館等等 或者是一些比較中小型的建設 我們市場的整建 奉名消防分隊 奉名派出所 等等這個中小型的建設 我們市長跟市府團隊都很用心的在投入 在這邊再次感謝市長對地方建設的支持 謝謝市長的努力 同時本席在這邊也肯定 市長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就舉一個例子 我們講五谷垃圾山來講 這十幾年 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 我不知道多久了 反正很久了 從台北線到新北市 我小時候還認為五谷垃圾山這是一個地名 這個其實不是 因為那個地方很髒很亂 所以叫做垃圾山 市長就在市長期間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把這個地方 重新做一個徹底的整理 相信以市長的這種努力 跟市長這種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如果說市長有這個意願要更上一層樓 為更多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做更大的事情 市長在這邊 你也可以得到本席的支持 本席是祝福市長這樣子 不過本席還是要跟市長講一下 未來無論市長有沒有更上一層樓的規劃或準備 現在你還是新北市長 只要你還是新北市長 本席在這邊就還是要請市長 要以我們新北的市政為優先 市長做得到嗎 請回答 議員長期以來跟新北市 尤其跟我很多的工作的目標方向 尤其土樹山莺 大家都非常一致 所以你剛剛如類出來的很多在土樹山莺的政績 也謝謝議員提供了很多的寶貴的意見 讓我們一起努力 那我永遠記得新北市我在這裡13年 有很濃厚的感情 所以每一步一個腳印 都有我們一起共同努力的直擊 當然好還要更好 如果能為新北市做更多的事 而且能夠讓新北市發展更快 我們都會一起並肩作戰 所以新北市的市政 絕對是我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 好 謝謝市長 那現在要跟市長問一下 我們新北市民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這個關於核市的這個問題 因為核市就在我們新北市的共聊 我想要請教一下市長 針對核市重啟這個議題 市長的意見是什麼 我以前一直講過一件事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市長的立場就是這樣 這個我立場非常的清楚 好 那市長 這個重啟不重啟 其實不是任何一個人說了算 他必須要經過國內國際 整個核能安全詳細去評估檢測 才有可能再來討論這個方向 核安利我可以把它擺在去前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相信做任何的決定的過程 一定要聽從專業的見言 才有後續 後續不是說核安過了就可以馬上再做這件事情 他還要評估我們的能源問題 評估很多民意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我們要先做法國內國外的評估 就是說安全還是第一 還是最重要 那市長知不知道 因為這個安全的問題就是跟核廢料處理的這個程序有關係嗎 那市長知不知道目前我們核能電廠的核廢料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我們目前的核廢料現在一旦他們都希望把它調來在室外的甘肅儲存 室外的甘肅儲存 那室外的甘肅儲存其實我在核安監督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 擔任了11年 這11年我聽過太多的專家學者 他們有一致性的一個想法 室外的甘肅儲存跟室內的甘肅儲存的比較性上 他們以室內的甘肅儲存為最大的優先 現在政府裁解是室外甘肅儲存 我記得在林前當院長的時候 105人曾經有做這樣一個結定 他說大家既然說是室內甘肅儲存比較安全 我們就往這個方向來推動 那奇怪我們後來我們在看遍了 又變成室外甘肅儲存 我在那邊當監督委員 所有專家學者完全告訴我都是樣子 包括那個銅要用什麼銅 他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雖然沒有那麼專業 但是我相信專業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一句話 尊重專家學者大家對核安的看法 更何況我們國家有研能會 還有很多專家學者可以共同來討論 對新北市民來說 核安才是最重要 市長剛剛講的是高階核廢料的部分 因為高階核廢料是真的比較危險 市長是認為說專家學者的意見是 室內甘肅儲存比較安全 它是相對比較安全 我們能夠採取更高標準 我們就用更高標準來做 市長將來如果說我們採取的更高標準的 室內甘肅儲存的情況之下 市長贊不贊成說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來不管說是核氏也好 或者是新蓋核能電廠也好 市長會不會支持我們國家 繼續來發展核電 因為核電這個東西 畢竟你除了核廢料核能安全的問題之外 其他都是優點 它發電又低廉 它又乾淨又不排碳 市長如果說室內甘肅儲存 或者是有其他更好更安全的方法 我們專家學者覺得說這個可以 市長願不願意支持我們國家來發展核電 其實這樣之後 整個能源的配比 它是有一定的配比的方式 這個配比是中央政府要很清楚 把你的能源配比做出來 你能源配比沒有做出來 其實這會讓我們沒有穩定的電力可以供應 就像現在 蔣輝和家延 2025 力能要達兩層 二層 這個理想 我們也聽了很多年 這個理想我們聽了很多年 所以我看這個理想 發現現在2023 到2025 要達到兩層的力能 我今天那樣做不到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所以有一段的距離嘛 那完全做不到的事 所以你中央在做能源配比的時候 你要想想看 在當年 在政府 經濟起飛的過程當中 核電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記得我如果印象首期1983年 出來的時候 核電 佔了百分之 全國的將近39 到最高峰的時候 超過50% 現在呢 因為會核加延 我們的核電 現在不到一層 那理能源的配比 才是最重要的中央政府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政策底下 民眾只希望一個答案 我不缺電 讓我隨時可以用電 所以我們的基載電域 當時因為有核電 所以基載電域穩定 才有我們現在的電子產業嘛 才有我們現在的經濟蓬勃發展 所以核電在那一個 中後期那一段時間裡面 是辦了一個經濟的一個轉型 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當然現在大家對核電有很多的想法 我們都給予尊重 最重要政府拿出魄力來 好好的想把你能源的配比做好調整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市長那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就是說市長其實 並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的 要把就是排除這個核能電廠這個選項 只是說這個核安的問題 我們必須得要優先考慮 譬如說剛剛市長講的 很多專家學者認為說 乾式儲存在外面比較不安全 在裡面比較安全 我們把這個問題 把它做一個安全的一個 程序上面安全的一個保證之後 市長是不排除我們國家繼續發展核能 我可以這樣講嗎 國家面對要不要用核電 其實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核安一定要做好 第二個核味料到底怎麼樣去處理它 要有一個很妥協的做法 是 那意思就是市長並不排除 不是完全排除核能這個選項吧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人員的配比每一個都很重要 那在整個配比的方向上 最重要的最重要 你就是讓民眾絕對不能切電 好 謝謝市長 那我大概知道 就是安全無疑的情況之下 市長應該是不排除這個核電 那這個議題到這邊 因為這個在新北市 大家都很關心 所以我問一下 那我拉回來 上個禮拜三 跟市長的這個市政報告後質詢 本席請市長來幫忙 我們新竹物流 晚上噪音的問題 本來要請市長聽一下錄音的 我今天沒有帶錄音來 他那個問題 而且我要跟市長再講一下 很多人網路上面的人認為說 你沒事幹嘛去住在工業區那邊 然後再來嫌人家工廠草 我要跟市長報告 那個民眾不是住在工業區 那是因為老舊的都市計畫 規劃的不好 工業區跟住宅區 就把它規劃成就是在一起 它中間是一個工業區 旁邊是住宅區這樣子 所以民眾住在那邊三四十年 本來那裡面是一個窯廠 它發出的聲音是只有白天 自從這個新竹物流來了以後 它晚上讓民眾都沒有辦法睡覺 它也答應我們很多事情 譬如說做隔音窗隔音牆 這些都沒有做到 那我跟各個局處來請託 最後也都是一切合乎規定 那我是希望說公務局這邊儘快 核發這個使用隔音牆的雜項執照 那請問一下市長 雖然是上禮拜三才講的 這個幾天這八九天裡面 有沒有什麼進度沒有 我要請我那天叫做環保機 我簡單先說明一下 議員關心的隔音牆部分 因為之前有一些法令上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都足以克服了 因為公務局這邊真的很幫忙 尤其又跟新竹物流 它有些東西要退縮的部分 所以目前的話就我了解 應該是這個月 目前已經先核准了 雜項執照已經核准了 好 那在這邊 本席要先謝謝市長 你剛剛說我不知道 你現在說我就知道的改冠 我們市長開始有一點 改冠問題的能力實在是很好 所以在這邊 再一次肯定市長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要感謝議員說這件事 不然我也不知道 如果知道我就已經可以改冠了 感謝議員 感謝議員 先拜到局長 我知道我們有時候公務人員很難為 動不動就說 這個圖利 幹嘛 所以會縮手縮腳的 所以我們在上外的人 譬如說局長 譬如說市長 真的要有肩膀一點 就是說 你就這樣子做 有事情我負責這樣子 謝謝市長 謝謝議員 那再來就是討論到一樣環保局的問題 丟垃圾的問題 那個 我們櫻哥區很多民眾都是以坐火車來上下班的 那坐火車他必須很早就要出門 可能6點多就必須要坐上火車這樣子 晚上又很晚回來 那清潔隊是5點才開始收垃圾 那他們5點才下班 那回到家都已經6點半7點了 晚上丟垃圾也來不及 所以那個老鎮長所有人 為了這些上班族丟垃圾的方便 特別要求清潔隊 早上6點20的時候 就要到鷹哥火車站的定點 來丟垃圾 市長可以看到 以前是在這裡 因為離火車站太近不美觀 後來移到這個地方 這垃圾車在這裡 6點20收垃圾 就是給上班族 我要上班之前 我就丟一下垃圾 避免說晚上回來 6點半7點 沒有辦法丟垃圾 那我垃圾在家裡 要積好幾天會發臭啊 可能等到6日才能拿出來丟 就不方便嘛 可是啊 這個已經實施了 從那個政公所時代 已經實施了20年的這個 這個辯明的措施 一直到我們這一任 新任的清潔隊長上任之後 就在今年的1月20號啊 把這個時間啊 把它改成 改成7點20才開始收垃圾 7點20才開始收垃圾 你也沒有跟民眾講得很清楚 也沒有事先宣導 農曆年過後 這1月20就農曆年過後 馬上實施 你看當天 就是一堆人在這個地方 等著 6點20在那邊等著 等著垃圾車來丟垃圾 這個 民眾 當然就不高興啊 說我本來 我上班前可以丟垃圾 我現在沒有辦法 7點20 我再來丟垃圾 我上班就來不及啊 所以民眾跑來跟 本席陳情 那本席也趕快跟隊長來溝通 可是 溝通不良啦 這個隊長說 我們的那個什麼 清潔隊員 人數有變少啦 這個時空環境也不一樣啦 反正跟我扯很多啦 我就去調查一下 清潔隊員這幾年也沒變少啊 還是一樣啊 那個時空環境哪有什麼不一樣 捷運是通了 還是說公車變變多了 大家可以坐公車 不用一定要坐火車去上班 都沒什麼改變啊 所以我再一次跟清潔隊長來溝通 這件事情 溝通實在是 他一步都不肯退啦 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子拜託一下 那可不可以折衷一下 6點50還是7點 我們來給民眾稍微早一點的時間丟垃圾 讓民眾還是可以趕得上去上班 他一樣沒有說 他就跟我講說 議員你也體諒我們一下嘛 我們清潔隊是7點才開始上班 你要我們6點20就派人去那邊 這樣子頒表我不好調啊 要多派一兩個人 在7點以前就去上班 這樣我頒表不好調啊 所以這件事情沒辦法 後來我有拜託局長 局長有幫我喬 幫我喬到7點 在這邊我是謝謝局長 可是我覺得7點還是不夠 這個7點 而且7點 講到7點我又很生氣 我前幾天才去照相 局長可以看一下 他還是把這個時間寫7點20 還是把時間寫7點20 然後跟我講說已經改成7點 那然後我想後來他會跟我講說 議員7點還是都沒有人丟垃圾 廢話你寫7點20 當然7點不會有人來丟垃圾 我這邊要拜託市長 因為我們櫻哥真的不只櫻哥啦 坐公車的三峽也有人來坐公車 他們都需要很早就坐火車去上班 晚上回來又很晚丟不到垃圾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幫忙一下 把這個東西把它改改回原本 老政長已經做了20年 為什麼前面20年都可以做 到了這一年突然變成好困難喔 我頒表也排不出來 我的隊員也變少 為什麼到今年才會變成這樣 已經做了20年了耶 可不可以請市長幫忙一下把它改回去 方便我先把現在執行的狀況 請局長跟你們報告 我再來做節電 好請局長 要習慣要搭配民眾的時間 我覺得這很重要 雖然現在我們先調到7點 但是議員提到的 不管是原本的7點20 7點或是早期的6點20分 我們就希望了解民眾的使用需求 還比較重要 我們後續會實際來觀察 局長你這樣講就不對 因為他在調成7點20的時候 你說你要去看看大家的需求 你調成7點20的時候 你有去看看大家的需求嗎 你有去問問看大家的需求嗎 有問的話為什麼會有這一張就是人家在那邊等著丟垃圾的圖片 可見你們都是不管嘛 好啦反正我是建議說要把它改成6點20 強烈建議 因為你不是6點20 你上班的人是他來不及上班 那晚上回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過了清潔隊收垃圾的時間 我只是方便這些民眾 而且這個東西也已經運行了20年了 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 你說改就改 說改就改的情況之下就造成說 現在又民眾來跟我抱怨 沒有辦法 他們家垃圾要堆好幾天 才有辦法丟 這個清潔隊長也非常非常的為隊員著想 所以請市長 這個隊長可以把他升官 升到局本部裡面去 讓他為我們清潔隊 為我們環保局 貢獻他的心力 謀取我們環保局的福利 然後調一個肯為民眾著想 為了民眾 我願意頒表稍微亂一點沒關係 這20年來都這個樣子做 有什麼問題我清潔隊長會負責來協調 就是讓民眾不方便 我們就要想辦法給他調回來 那這當然剛好在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清潔隊是好意 希望用另外一個方式 把他適應 適行能不能做到更完美 所以我會請我們環保局去了解清潔隊 在這項工作的運作上 會不會帶來給民眾更多的困擾 如果更多的困擾就把他調回來 好 謝謝市長 如果沒有 而且適合我們就用新的 沒有我們就調回來 好 我再跟市長講一下 你7點20倒垃圾 你要坐上火車 大概也要在20分鐘 8點40 7點40 8點 那你去台北市上班 我有時候8點就要上班了 你要叫我怎麼上班 根本不可能 所以議員剛才跟你報告過說 我們會關注民眾的使用習慣 那另外議員提到了隊長 這位隊長非常的認真 對 非常的認真 所以調回局本部 我跟他這個溝通不良 不會 就是因為認真 因為7點20他真的一步都不肯退 我只好打電話 這麼小的事情 我只好打電話給局長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你要調到地方上來 你要肯為地方上民眾來著想 這個東西已經變明了20幾 20年了 你應該要覺得說 這個東西雖然麻煩一點 我還是要繼續給它維持下去才對 不是說我為了這一兩個隊員的頒表 要提早來上班 我把這個措施把它改掉 這一改是幾百個人的問題 你為了你那一兩個隊員這樣子方便 為了你頒表方便 你把這幾百個人 我不知道多少人 反正應該是人很多 要不然這個東西不會運行20年 這個議題我就討論到這邊 謝謝市長肯為民眾來著想 我想給他們再評估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要一樣講一下清潔隊的事情 這個清潔隊的那個我們新北市的清潔隊 有大概5100名 要服務我們新北市400應該是401萬多的市民 那台北市只有4900名清潔隊員 只要服務台北市250萬的市民 你把它除一除就知道 我們的清潔隊員 要比台北市服務的人更多 那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收垃圾的型態也不一樣 台北市啊 它是定點收垃圾 我垃圾車開到那邊 大家來丟垃圾 我們新北市不是哦 我們新北市是垃圾 譬如說這個巷子 我們垃圾車一直開過去 沿路收 沿路收 所以我們的清潔隊員 是比台北市的清潔隊員辛苦很多 我們要服務的人更多 我們服務的也是到大街小巷去收垃圾 不是向他們台北市定點收垃圾 我要講這個就是說 我們新北市的清潔隊員比較辛苦 可是我們的福利 好像都比別人還要少 譬如說那個 國定假日啊 端午啊 中秋啊 這個 加一補一的這個 這個台北市已經實施以後 我們新北市爭取之後才實施的 那我們新北市的夜點費 本席在去年的6月 我就有來提案 去年6月就有來提案 那也感謝市長 有說 這個的確議員講的有道理 要來提高這個夜點費 因為這物價 我是說物價的關係 這物價已經這幾十年沒調 物價上漲 夜點費已經跟不上物價的上漲 應該要調高 那市長也說明年開始要調高成120 那這個當然是謝謝市長 應該要調的啦 但是我再一次的講 為什麼我要講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人家調到200 我要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新北市的清潔隊員 比台北市的只會更累 更辛苦 做更多的事 為什麼我們每次到了福利都比人家差 所以我有建議市長 我們應該要比照台北市要調成200塊 這樣子才不會說 我們比人家辛苦拿來比人家少 市長同不同意請回答 這個我非常謝謝蘇議員 其實很早你就提出來 要體恤清潔隊的辛苦 所以夜點費就要增加 你不只提一次 提到私下也跟我講了很多次 所以我對您對清潔隊的關心 真的讓我非常的敬佩 那這一次我們調到120 當然有時候跟台北市在比較上 有的時候是立基點不太一樣 像我們是9點 就可以開始頂 台北市大概是10點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的金位也沒有台北市那麼寬裕 您也了解 是不是容許我先把它調到120塊 然而我們會再試一個時機點 如果在我們金位允許的範圍裡面 我們盡量往上再追加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先不調120 就讓這120的預算先編 編了以後未來有機會 我們再來做調整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請市長就是考量一下 因為我們如果說工作量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輸台北市那也就算了 其實我們是比較辛苦的 我們我們是比較累的 但是我們福利什麼的還是輸他 這樣子就有點讓人家心裡不太平衡了 然後再請市長跟那個我們環保局之後再考量 因為這個經費的問題 今天最後一次的講法是說今年年底 我們的主體工程要完成 請問市長這個是不是可以 市長有沒有信心這主體工程今年底可以完成 我會請你以後 我們因為我們今年2023年的台灣設計獎 會在這個地方辦 所以我們勢必在整個工程進度上 一來兼顧品質 二來一定要在一個期限裡面完成 所以主體工程我們大概在八月會完工 然後去申請使用執照 那主體完工以後就開始進行內部的試裝 那試裝就比較長一點 大概要有半年的靜置期 然後一季如果真的是可以正式整個室內跟室外的都開館 大概要113年了 113年 113年 那市長有沒有考慮說 譬如說一樓一樓裝修好了 一樓靜置好了 先開放一樓 逐層開放 我會用這個方式考慮 但是要做整理評估 因為哪一個部分可以先開放 我會盡早開放 因為讓民眾能夠盡早使用 所以這裡一定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所以台灣設計展在10月6號到10月22號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在這段時間配合台灣設計展展現新北美式之美 那個時候美術館如果還是一層都沒開放的話 這個美術展其實會讓人家覺得說我來這邊很失落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一層一層樓這樣子 或者是一半多少可以開放一點我們美術館的一個室內 看這樣子行不行 好這樣子 我也請文化局回去評估一下 哪一個樓面可以先開放開放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在施工也要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是是是那是當然 所以我才會說低樓層先開放高隆層再施工這樣 這個我要請文化局去評估好不好 我不是專業的啦 我覺得說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因為4月我們現在開始就是因為美術館已經拖很久沒開放 所以我們4月戶外園區做好以後我們就趕快說 大家來看我們戶外園區已經做好了 可是民眾去那邊發現說我美術館我又進不去 我覺得說我來這邊這個到處都在施工 只有戶外一個大草坪戶外草坪是很漂亮沒錯 可是我來我就是衝著美術館來了嘛 你來了以後美術館沒有開到處都在施工 所以民眾覺得是還蠻失落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希望說10月你在辦這個大活動的時候 你不要來了衝美術館我都不能進去 那這樣子民眾我是衝著美術館來的嘛 我請文化局長衝一下 跟一座報告謝謝一座的關心 那陳如剛剛市長講的我們主體工程的部分 會在8月底的部分軍工取得使用執照 那接下來就會迎接9月的部分那個部展 設計展的部分10月份 設計展就會在美術館的幾個柔層的部分 去進行設計展的一個展示的部分 那緊接的就是說設計展完之後 我們會進行半年的試專 然後以及半年的那個進製 所以設計展的時候我們是可以進去美術館裡面 看一些展覽品 是 這樣子多少不會覺得說我來這邊美術館我竟然進不去 這個跟我來的目的就有點不一樣了 好 謝謝市長 那美術館開館 本席也擔心一個就是停車的問題 這個停車的問題從老議員 蘇友人這邊就一直在呼籲說 我們那邊以後有捷運站有美術館 我們所以應該要來興建一個交通轉運中心 最好是把它蓋成立體的 可以多停一點車 有停車的需求 還不會說蓋個平面的 之後不夠用 這裡交通會打劫 你看喔 我們現在四月在辦的一些小型的活動 其實你去看那個停車場周圍的停車場 幾乎都已經是滿的 十月會有一個你的藝術節 這個是大型活動 你小型活動停車場都停滿了 十月的時候怎麼辦 那邊又沒有 以前就跟你們講說可能要蓋立體的這個 不然這個停車可能會不夠用 那現在十月辦大型小型活動 就把停車場都站滿了 十月辦大型活動 那我們這個交通怎麼辦 非常感謝議員 我想這一次很好的一個壓力測試 那我們針對這個園區的活動 這三個禮拜 那確確實實在活動人潮最高峰的時候 在下午兩點到五點 那個所有的停車場都滿場 那這個是我們未來應該會面臨的 我們認為還不是最嚴重的壓力 所以我們現在在盤點 所有從音歌往外擴張 擴張的一些路段跟路外 還有多少 那目前先盤點三百多個格位出來 那這個不是說 那個不是在周圍 那你要叫人家停車 聽我講完 那我們要放寬之後 一定要把人載回來 所以我們的接駁車也要 按照您上次的一個建議 怎麼去調節它的一個路線 能夠讓這些人能夠使用空間 之後還可以參加活動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全部都在做思考 好 那另外您剛剛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轉運站的停車場 是不是有機會變成一個立體化的 其實我跟您報告 因為這個除了一個時機之外 土地的這個類型 您知道嗎 這個土地的這個必須要做一些檢討 那這個 我也跟市長報告 我們會開始準備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土地是不是要符合法定的一些規定的程序來進行 因為這個經費非常含貴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的來做 好 沒關係 我是要跟 既然張局長來 真的有一些事情我都要抱怨一下 我跟鷹哥這邊 就是說公車沒公車 說立體停車場沒立體停車場 那局長每次都說要回去要幫我們改 結果到最後都沒有 這後面再說 我是希望說這個十月 我真的我在這邊預言 十月這邊一定交通大打結 我是希望我錯了 美術館人潮很多 這邊交通也很好 請市長這邊 我們要做好準備 要留意 我希望我講錯了 我是覺得十月這邊一定交通會出問題 我要謝謝議員的提醒 我們會做好充分準備 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壓力測試 好 謝謝市長 然後再講一下 我們鷹哥 剛剛有講到一開始就有講到我們市場改建 我們鷹哥市場改建 之後變成二樓變成美食廣場 可是美食廣場營運了之後 已經半年了 那個攤商都來找我講說 這個生意不好 當初我們市府都跟他講說 這個多美好又怎麼樣 好像一定賺大錢 結果來這邊 沒什麼人 攤商都覺得苦哈哈 覺得被騙 然後來跟本席陳情 那本席 二月的時候 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有跟我們的里長 跟自治會的會長 跟我們市場處去現場看一下 真的是人潮是蠻少的 那也當場有跟市場處跟金發局講說 拜託一下 你也跟我們辦活動 跟我們宣傳一下說 我們鷹哥這個美食廣場 宣傳一下 讓多一點的人來 讓攤商可以賺到當初 我們金發局跟我們講了說 可以賺錢這樣子 之後有沒有什麼規劃 還是這 我從二月跟你們講到現在 你們有沒有什麼規劃 這樣子 我先講一個狀況 那我請細節請金發局補充一下 好 這個鷹哥美食廣場 其實我去了兩三次 一人也很關心 既然蓋了一個現代化 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歡去的美食廣場 當然要吸引更多的人 讓業者能夠賺到錢 才有意義嘛 那也許鷹哥這個美食廣場 我們在行銷 要在活動上 仍然需要再加把勁 不然不會說 我們目前有二十三灘裡面 大概 目前有二十三灘 還有四灘是空灘嘛 那當然我們裡面還有 未來要規劃的親子活動區域 我們要把它規劃去 那金發局 其實它有一系列 未來要辦的是 夜夜有活動 來帶動促銷 讓鷹哥美食廣場 能夠人潮更多 也知道這裡有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先講這樣 其他的我請金發局做一個詳細的補充一下 好 謝謝一座持續關心我們鷹哥美食廣場 事實上我們在三月跟四月分別都有推出活動 包括不限消費金額就送雞蛋這樣的部分 那在五月開始我們也會 陳如剛剛市長所談到的月月有活動 那在比較重要的這個 比較現在目前的這個空灘的區域 事實上它是有潛在的進駐場上 只是它會比較晚一點進駐 那我們在階段性的部分 已經也把它規劃成這個親子遊戲區 那後續的部分我們會 以行銷自由來推動 這樣子就好了 金發局這邊有動作 肯為我們鷹哥美食廣場來做行銷 那個我就看一下後續的成效怎麼樣 那你就是有什麼活動 你在書面跟我講一下 在這邊我要謝謝市長 那我們去會刊的時候 我也有發現這個 攤商也有跟我講一個問題 就是冷氣的問題 你看這個冷氣 這個是從樓下 市長來過幾次也知道 這樓下上來 這個地方長這個樣子 這四面都是空的 攤商在講說這個樣子冷氣 因為冷的空氣它是往下面跑 它冷氣都會跑掉 那冷氣會跑掉 就會造成這邊電費會很用很兇 那這電費是怎麼樣分攤 就是所有攤商平均分攤 那剛剛市長講的 現在又不是全部的攤商都在這邊 就算全部的攤商都有 攤位都有租 大家都分了 這個電費的問題 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盡量節能省碳 也幫攤商節省這個電費 這地方是不是可以 稍微研究一下 看怎麼圍 不要讓冷氣都是 一直一直一直 不斷的跑光光這樣子 請市長 請金發局看能不能 研究一下 我想這話去研究了 如果節能減碳 也讓攤商少負貸電費 這部分我請他們 要實地去瞭解 改善可能也不只會改善這個地方 看還有哪些地方 對啦全部一起改善 那這個 真的人是真的蠻少的 攤商一直跟我講 自治會會長也一直跟我講 那我真的是希望這個地方人越來越多 不然自治會長是跟我講說 照這個樣子下去 一兩年內大概 所有攤商大概都會跑光光 我們美食廣場可能要改變 就會要改變用途 那我覺得這個不好 應該是要我們多多宣傳 然後讓這個地方看怎麼樣 讓大家願意來 是不是用一些吸引一些 叫一些比較有吸引 會可以吸引人家來的那種 那種攤商有沒有 比較有特色的攤商過來 人家會願意說 我來試試看 那來試試看 就會順便其他的攤商 都會照顧到他們的生意 是不是用一些特色的方式 來去處理 這個請市長跟我們局長 再回去研究一下 謝謝 好 謝謝議員的提醒 好 謝謝 那現在 再跟市長講一下這個 寵物公園 本席 為了讓這個 市主們跟毛小孩 有一個自由的一個空間 可以放開千繩 讓他們跑來跑去的一個空間 就是說設置寵物公園 本席有請農業局幫忙 農業局在永昌正義籃球場旁邊 平交道旁邊那個正義籃球場後面 的一個空地來設置寵物公園 那個是國防部的地 也謝謝我們公所跟國防部 來取得這個用地的許可 現在已經做的做好了 可是做好了這個公園 長這個樣子 這個草皮的部分 因為公所說他們經費實在是很有限 我只能撒草種 撒草種 要等它長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中間本來是一個灌 整圈是灌木 他把灌木移掉 要把它撒草種 讓草可以長 但是你看這個樣子要長 不知道要長多久 可不可以請市長幫忙一下公所的經費 我們就鋪草皮 讓它漂漂亮亮的一個草皮 這樣子讓狗狗 貓貓來這邊跑 比較不會弄髒 不要等太多時間 我來請這個農委局 好 來說明一下 謝謝議員 這個確實有這個情況 有 那後續 我們已經跟公所在討論了 會把它快速 這個議員 這個今天有提到 會來趕快來做這個事情 好 謝謝局長 謝謝市長 那接下來 要跟市長講一下 也是這個錢的問題 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這個我已經 不管是公開還是私底下 跟我們市長討論過很多次 你看這個 這個是中國時報的一個報宅 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各縣市六都的情況 我們新北市 看起來這個普通統籌分配稅款 有420億 看起來好像還在中上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如果說 你除一下它的人口 這個統籌分配稅款的很大 你確定比數 你除以人口 就是一個人 可以拿到多少 中央的統籌分配稅款的補助 我們一個人 只有拿到 10165 這是六都最低 統籌分配稅款的部分 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所謂的 一般性的補助款 就是跟中央爭取 額外的補助 看起來 我們新北市末段班 只有爭取到86.5億 只有 贏桃園的59億 其他的不用講 其他的都 人口比我們少 拿的補助款 一般性的補助款 也比我們多 這個都根本不用除 我們的人口是最多的 一定都輸他們 輸淺淺淺 那我們光來 除桃園就好了 新北有401萬人左右 桃園有230-40萬左右 除下來 我們新北一個人拿到一般的補助款 大概是2100多塊 桃園也可以拿到2600多塊 所以 我要講的就是 中央給我們新北的 不管是統籌分配稅款 還是一般性的補助款 我們都是六都 最後一名 市長覺得這樣公平嗎 這當然不公平啊 這個事情啊 其實我昨天也報告過 也跟議員再說一個說明 在112年的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如果以100分來算 台北市拿到100分 我們只拿到48 然後是最少的 連高雄市都65 所以一般補助款 台南市如果以100%來算 新北市只拿到最低的24% 也比高雄市65%還低 所以其實這個對新北市來講 都很不公平 那我們在前幾次有一個行政院的院會 我們幾個六都的首長特別提出來 那鄭文燦副院長 他當時也當過桃園市的市長 當時對統籌分配稅款 他也有很多的聲音 也認為這不公平 所以當時候我們就責定說 那行政院是不是 以鄭文燦副院長 他很有經驗嘛 再次召開會議 針對統籌分配稅款 跟一般補助款 到底怎麼樣處理 會比較公平 希望能夠拿出一套具體的辦法 那這個建議 我相信中央他也聽進去了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在等中央到底辦法如何 謝謝市長 主要我就是要聽市長覺得說 這個很不公平 對不對 沒有公平 那現在來 我要問市長的是 市長 你將來如果有機會 你有這個權利來分配這個 這個 在中央有這個權利 或者是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分配這個 做這個財產的分配給六都 或者給其他都 在這個新北很不公平的狀況之下 我當然知道財政劃分 收支劃分法要修 沒那麼簡單 那起碼這個一般性的補助款 如果市長可以的話 有機會的話 將來是不是 多補助一些給我們新北 平衡一下我們這個人均 六都最後一名的這個狀況 市長可以答應我嗎 請回答 在新北市 因為剛好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都市 所以 不管在統籌稅管 跟一般補助管 要考慮它 不是人口跟面積而已 還有在城市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更應該給它更充裕的空間 財化完20年沒有辦法改 也當然面臨了很多的挑戰 但是未來還是一勞永逸 還是要走財化法 對 如果可以的話 財化法修當然是最好 我說說還沒有修 因為24年了都沒辦法修 可見它推動修起來一定有難度 那這個一般性的補助款 只要中央覺得說我應該補助你 我就可以補助你 這一般性的補助款 如果將來市長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多補助一下我們新北 平衡一下我們統籌分配稅款六都最後 我們連一般性補助款都六都最後 當然啦 像這樣最不公平 人口多 城市發展到 是不是應該 我們軌道建設也是如火如荼做最多 那你經費不給它多一點機會的話 那你怎麼樣去發展一個都市的面貌呢 而且它扮演一個基北北它的最重要的中心點 那你這個中心點不帶動起來 你國家發展策略要很輕 你這個中心點你要帶動起來 而且它正在發展 帶動起來的時候 給它多一點資源 給它更快的行政效力 國家才會更好嘛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請市長以後如果有機會 多幫我們心理事 應該的 爭取一點 好 接下來就是下一個議題 是這個老人裝假牙的這個補助 其實人到了一定的歲數 即使說身體沒什麼大毛病 那小毛病也應該都會有 尤其是這個牙齒 用久了它就會 它就會不好 它就會掉 那植個牙 裝個假牙 動不動就是好幾萬塊 這個對於65歲以上 沒有收入的老人家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重的一個負擔 所以有些老人家 牙齒掉了 或者是牙齒壞了 他就不去補 不去植 會造成說我吃東西沒辦法吃好 沒有辦法吃到營養的東西 又造成他的身體更加的惡化 所以這個他又要去看醫生 那與其把錢花在看醫生 那倒不如把錢花在 讓老人家的牙齒更好 讓他可以吃更營養的東西 身體更好 減少去看醫生的次數 這個不會是說我多支出的 這個對社會成本來講說 我們應該是這個 讓那個老人家的牙齒更好 讓他減少去看醫生的錢 把這個錢花在老人家的牙齒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針對我們新北市65歲以上的老人家 考慮一下全額幫他們補助裝甲牙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員 老人裝甲牙這個議題 也說了很多年 我也可以完全體恤到說老人家裝甲牙 如果再經費允許 我也許我們可以來看看怎麼一個做法 不過在中央衛福部的看法 他們希望我們的市不是裝甲牙 是要保持健康的牙齒 保持健康的牙齒 當然誰都希望有健康的牙齒 但是他對低收中低負擔不取 他是有補助 我們有補助 所以是我們單牙也有 跟議員報告 我知道 我知道 中低收這個絕對都有補助 我知道 我現在是在講 而且我們還針對就是 單科的部分在衛福部 這個部分是沒有 我現在是在講 因為這個東西 不是說幾千塊的東西 植一顆牙齒 最少五六萬起跳七八萬 有的貴一點的超過十萬都有可能 這實在是對65歲以上 沒有收入的老人家是一個很大 好 你沒有辦法全額補助 我們的財政不夠 那不然你起碼 看你補助一半 因為你那個裝甲牙是全口甲牙齁 是斜口 但我們補助單科的齁 其實也負擔蠻重的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針對這個甲牙的補助 你沒有辦法補助全額好了 那你補助一半 補助三分之一也是一個進步啊 可不可以去考量 考慮一下說幫65歲以上 這個不是中低收中低收的問題 是因為這個 低收中低收當然你要全額補助他 因為他就是經濟有困難 經濟沒有困難的65歲以上的老人家 其實他也已經沒有經濟害 他是在吃老本 可不可以麻煩一下 看補助他們多少增加一點這樣子 其實跟一座報告 如果真的對65歲以上一般的老人家 我們還是要預防 就像您剛剛講的 所以我們新北市在這個上面 我們除了補助他們屠佛以外 牙醫師在屠佛的時候 也都給予他們一些口腔衛生的教育 然後也鼓勵他們 運用這個血 其實這個部分更重要 用了六十幾年的牙齒 怎麼可能說不會壞 是不是可以補助補助多少 你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補助三分之一好不好 或補助二分之一好不好 不用全額補助嘛 你錢不夠不要全額補助 那我降一點 你補助二分之一 補助三分之一 對他們來講 他們都有這個意義 提高他們去裝假牙的意願 不要說我牙齒爛了 牙齒壞了 我就每天就是吸飯啊 留職啊 營養吃不好 身體不好 都就去看醫生 那把錢花在看醫生 真的沒有意義啦 是不是可以回去討論一下 跟一座報告 其實就是因為經費不夠 可是又想照顧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經費呢 拉到我們前面的預防 那希望老人家能夠保持這個 我知道啦 可是你一個東西 其實這個上面我們做得很好 譬如說這個桌子 你再怎麼厲害 又怎麼用 你每天 每天把一台車 你每天把那個 那叫什麼 打垃好了 你一台車你可以用60幾年嗎 那也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 延長到80歲都還有 一定會派 一定會派啦 好不好 希望說我們市長 局長 我了解議員的用心啦 那 主要我們經費許可 我們再來做這些考量 回去研究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 先把牙齒預防好比較重要 是啊 好那既然講到經費 這是市長 將來有機會的話 真的多補助新北市一點 這個老人裝甲牙 這個我是希望說可以 可以全額幫他們補助 好謝謝市長 謝謝局長 然後接下來問一些交通的進度 這個捷運三陰縣啦 從105年的7月 這三陰大橋 三陰大橋啊 三陰大橋本來說是112年完成 現在都113年初才能完成 那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那個請公務局或者是市長 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112年的年底 他可以通車嗎 是可以 目前預計是這個樣子啦 三陰大橋算是施工比較順利啦 比較順利 因為我前幾天看到什麼淡江大橋說要延兩年喔 淡江大橋那個工程 因為那個量體蠻大的 所以淡江大橋大概可能會延到兩年啦 不過大家都很認真啦 三陰大橋也要延一年啦 從112年底延到113年底就對了 好好那沒關係那請請這個 我們到112年年底就可以完成 今年底喔 對今年底 所以所以不是不是要到明年 是今年底就可以完成就對了 進度還是一樣就對了 沒有變 對啦 好那這樣我聽到 我聽到的計畫是是不對的啦 那這個齁 也很感謝我們公務局啊 因為從勞益員時代開始 我們就一直在講說 鷹哥這邊要做一個雜道 這個雜道也是會在今年底就把它做完嗎 這個包含我們鷹哥下環河路的這個雜道 也會在今年底做完嗎 不是這張照片 不是這張照片 這個是銜接三峽的那個 對對對 我是說包含我們鷹哥下雜道的部分 也都是今年底會做完嗎 當然當然 特別謝謝市長跟局長 特別謝謝市長跟局長 那還有一個就是等一下這個照片 這是往三峽這邊的 三峽這邊常常你上高速公路會塞車 要左轉龍恩街的也是在那邊等 所以現有的車道配行 這個第四線是往水廠那邊的我們就不算 這一二三線 這一線要左轉 這一線要等高速公路 如果有人從第二線這邊要插進來 要上高速公路 它就會變成三線全部卡住 這很容易發生在上班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不是趁現在三峽大橋再見的時候 這個線型還沒有定 是不是可以說 譬如說我把這個安全島往左邊移一點 因為現在這個左轉線 它是正對著對面的安全島 它是正對著對面直走的車道 我們可不可以讓這一線 來對前面這個安全島 這邊再多增加一線 這邊有四線 或者是說你看怎麼樣 稍微往左邊移一點 讓左轉的車可以不要站住一個線道 這樣子 請市長跟那個局長 可不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我先請教育局 就這個時事的交流安全聲音 給議員做報告 是 謝謝議員 我想這個在通車前一定要進行檢討 跟這個重新的 把這個車流量放到這個裡面 來做重新的一個劃分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很常塞車 您的建議我們會 我們跟公務單位有非常謹慎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看是不是能夠 因為從榮恩街上去高速公路 有時候爆發塞車 它也塞在路中間 這個路口整個就是沒有辦法進空 都擋到直走的車子 您剛剛講這個問題 它是紅綠燈要設定的 要讓它清道 能夠把這個儲車的空間把它清理開來 那這個我們也會一起來改 好 你們去討論一下 專業的討論一下 所以兩個單位看起來是應該沒有問題 只要優化這個整個車道的配置調整方案 大家會看過沒有多大問題 我們就會來調整 好 謝謝市長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捷運三陰線 剛剛這個我聽錯了 捷運三陰線 我也聽說 從112年要延到114年才能完工 這個也要延兩年 不知道我的消息這麼正確 請市長回答 這樣子 捷運局現在說我最好要延 那延的時間 大概您講的沒有錯 但詳細我要給我們捷運局報告一下 謝謝議員關於三陰線的施工 那因為我們推動了六年多來 因為之前有碰到那個一地一休 公期就要求要延長 此外我們機場用地也比較延遲交付 因為民眾有些抗爭到去年跟前年才陸續交地 此外這兩年的疫情也有缺工缺料 好 我知道啦 那就是說真的要延到114年就對了 原來是確定 原來是耽擱了大概58個月 縮短了24個月這樣 所以現在要到114年的 年初年中還是年底才可以做好 年底完工 年底完工 那通車不就要等到115年了 我們再努力看可不可以實際上 讓它縮短再提前 這真的是需要時間啦 好啦好啦好啦 盡力啦盡力盡力好不好 當然安全啦 品質也是要顧好 因為山林大堂其實不是那麼好蓋啊 你要跨越多少個高速公路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蓋 那剛剛要碰上這個缺工缺料 所以我也很希望 113就完成 但看起來不太可能 應該要拖到114的 114剛剛局長是說年底 年底做好那你還要測試一下才能通車 那要到115年才能通車去了耶 我們會繼續往前推進啦 好啦好啦 希望速度快一點啦 如果下來沒有切工切料 我們速度可能會更快 好啦那這個 這個我就沒有消息來源就沒有錯 那就請捷運局這邊再多努力一下 好是 盡量就是不要再拖更久的時間了 那我問一下順便 那捷運局那福德16177向的拓寬的進程 現在已經到哪裡 這個講過了 因為跟這個 我們有辦過一些都市計畫變更的說明會 後來發現這個 我們如果要做個案變更的話 缺乏急迫性跟必要性 所以未來我們已經邀請了交通層下公務局 那會透過這個奉明都市計畫通販檢討 來看看這個道路怎麼樣來變更 到底什麼時候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 可以把都市計畫的變更把它變好 要多久 這部分我們會請交通局跟公務局評估這個 因為開闢道路是更發展 好啦那你再給我一個文字的那個書面的說明好了 我是希望說可以快一點 因為這一面 街桃園的這一面 我們三星大橋如果做好 那個下環河路 街三峽的這一面下面 就等於是我們鷹哥的外環道 那街桃園的這一面 我是希望就是福德一路177巷這邊 接下來到鷹哥的中正一路 中正三路156巷這邊 就可以等於是桃園這一面 我們鷹哥的外環道 這整個變成一個L型的 以後我們車子就可以在市區外面跑 不一定要進到市區 原來這一條就不是計畫道路 所以還是要一定的法定程序差有辦法 因為地方的地主還有一些不同意見 一定要透過要求的程序 才能夠去辦這個道路的開闢 好那這個還請捷運局再去努力一下騎乘 然後當然是快一點比較好 謝謝局長 那市長我們現在再來關心一下這個 剛剛我講到這個停車場 本來國華站要建立體停車場 現在也變平面的 那你看往後面兩個站 福德站、永吉站 他都沒有停車場 所以你這個停車場是不是夠用 因為大家要開車來轉乘 勢必都會到這邊 那本來局長是說要蓋立體的 後來沒有錢 說要跟中央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經費 請問一下是有沒有辦法爭取 停車率沒這麼高 這樣子啦 我們剛剛去看的時候說盡量能夠蓋立體的立體 因為我們去看了大概兩三次有了 對 那目前看起來我們先採平 再直接用這個平面先試試看 對 那計畫是沒有改變 我還是跟交通局講說 計畫沒有改變 還是朝立體化這邊來努力 對 還是朝立體化 但是也要去做好去爭取一些相關預算 好 那局長跟你講 我跟你講過好幾次 停車場 譬如說交通轉運中心立體化也沒有 這個立體化你本來答應我也沒有 不會沒有 做好以後 剛剛講的交通轉運中心做好之後 只有增加一個所謂的731的一個觀光路線 我要跟局長看一下 講到大眾運輸系統 我要跟市長看一下 市長四年前我就有給你看過 這一張這個是用人口數 去除以所有公車的班次數 也就是說每一個班次要服務多少 那一區多少的人的人口 除出來 我們英哥一個班次的公車 必須得要服務257人 倒數第二名 我們英哥 這跟同桌分配稅款一樣 我們英哥是新北市29區倒數第一名 就對了 跟倒數第二名 四年前跟倒數第二名的這個雙溪區 一個公車班次 服務146.86人比起來 我們是倒數第一名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落後人家 到現在 四年過去了 一樣 英哥還是倒數第一名 有進步 變成每一個班次服務227.65人 但是跟倒數第二名的深坑比起來 148人比起來 我們還是很落後啊 這個公車 一般公車要服務那麼多人 就表示說這個公車沒有這個班次 動不動你就要等個40分鐘一個小時才有車 那這是不是可以請局裡面再回去 我想這個發展大公司絕對是我們的方向 只是說這個也需要靠大家的支持 我已經四年了 我了解您的意思 那像我們新的731 平常一到五很多人做 這個唯一有進步的地方 就是只是這個731 為什麼會進步啊 因為這個731做了以後 他在這個市區一直繞一直繞 多了四十幾個班次 所以出起來才會看起來有進步 7月份台鐵如果開始執行1200的公共月表 這個環境會改變 好 這個1280要納入台鐵這個部分 我也是講過很多次 那現在已經正式納入了 你們真的要好好的去檢討一下 這個公車到時候絕對會更增加醞釀 好 那這樣子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最後要拜託市長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湖裡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他要做 錢不夠 錢不夠 好 我了解我了解 我家人看怎麼處理 好 好 謝謝蘇議員 那我們現在民進黨聯合質詢 現在開始 謝謝主席 市長好 嚴嚴好 你有沒有很開心 我們民進黨總質詢結束之後 你就要被徵召選總統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如釋重負 我每天都開心做事情 每天都開心做事情 做事情 根據最新的這個美麗島電子最新的民調 顯示說這個賴科侯賴科鍋的撒卡都 或者是賴侯賴鍋的民調 都是賴清德第一名 那在先前呢整個新北市議會 因為你要徵召選總統的關係 所以配合你提前的一個月 就是要讓你在17號被徵召 我其實感到非常非常的 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遺憾 那這份民調 就是說只有侯科配的這個民調會大於賴清德 那你是不是17號被徵召拿到入場券之後 你就要去忙這件事了 我現在還是新北市的市長 你現在還是以後也會是 到年底也會是 我也努力做事 你會努力做事 你會努力做總統的事 還是做市長的事 西北市的大小市都是國政也是地方市 還不錯啦 那我也請市長不要逃避任何國政跟市政的問題 那你在先前說過的話 我希望你也不要因為你說過了 你就不說了 那我也希望你市長的事也要繼續做 今天這個頭版頭條有講到一線是一小型核電廠的問題 那國民黨也在這個昨天同意小型核能電主 是一個正面的態度是一個務實的看法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你認為一線是一核電合理嗎 新北市再蓋一個核電廠你認為可以嗎 這樣說啦 我這樣說 上次我一直講調過一件事情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中央也要有能力把核廢料處理 我們才能夠來談核電 這些問題我其實我講得非常的清楚 你是新北市市長 核電廠在新北市 你可以完全不用管核廢料的問題 全部推給中央 這是你的看法對不對 我不是推給中央 目前就是中央是掌握能源政策的主管機關嘛 不是新北市嘛 你說台灣要更好啊 要為台灣做事啊 所以只要是涉及中央的事情 只要是涉及核廢料的事情 都是中央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那你可不可以承諾你繼續當市長 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繼續當市長 年底繼續當市長 年後繼續當市長 做好做滿四年 你就處理市長的事就好 因為你認為核廢料不是你的事嗎 我會努力做事 不好意思 讓市長回答 這個核能的政策非常的重要 所以市長 你認為一線市一核電廠是正確的 你說一線市一核電廠 我這樣來說啦 我們現在在整個核電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看到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把核廢做好 有沒有能力去把核廢料處理好 所以現在有能力把核廢做好嗎 你認為呢 你認為核廢有能力做好嗎 核廢好不好 要有國際國內的認證 而且核廢 包括你要閒止 不是太簡單啦 閒止你要考慮到 整個天然災害 所帶來的影響 比如說颱風啊 洪水啦 這個地震啦 包括一些重大的災害 可能造成這個核安的問題 包括以前的歷史紀錄 記憶裡面的地質的變動 大自然的災害是你能夠控制的嗎 是專家學者能夠控制的嗎 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每一個地方 要去選核電的場所 他必須要很多的專業的評估 不但在這個專業評估以外 你也要考慮用核電 如果專業的評估認為新北市可以再設一座核電廠 你也會贊成 我目前沒有這樣說啊 所以你不贊成縣市一小型核電嗎 我一直跟議員講 一定要守住核安 守住核廢料的處理 我們才有辦法去用核電 所以我回頭過來給議員講得很非常清楚 新北市 目前已經有兩個核電廠 非常清楚兩個核電廠 民眾最關心的是不要缺電 民眾最關心的 那你認為要怎樣才可以不要缺電 好 我特別跟議員報告一下 中央在早期是不是講了一個2025嗎 揮和家園嗎 那為什麼會常常大停電 就是你能源的配比做得不好嘛 那你認為怎樣的能源配比是好的 如果你要角逐大位 你15號就要被徵招 你馬上要有能源配比的觀念 那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你的能源配比要怎麼做 我特別還是跟議員說很清楚 能源的配比 一定要提供穩定的電力 讓民眾能夠使用 穩定的電力裡面 我也知道再生能源是時代的趨勢 那你再生能源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更有效力 更快速的展開 所以市長的能源政策裡面 只有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是以外的險象之一嗎 你的能源政策裡面有沒有核電 目前你們現在也在用核電啊 我們在用啊 但我現在是問市長啊 因為你說你要為台灣做更多的事情啊 所以我要問你 你的能源配比裡面有沒有核電 現在就在用核電啊 2050 2035 有沒有核電 2050有沒有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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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2025吧 都一樣 都一樣 你未來的能源配比裡面有沒有核電 市長你講嘛 你講嘛 你講有沒有核電嘛 我這樣子給大家很清楚一個答案 其實科技是會進步的 核融合的科技 當一個夢想 科學家積極在處理核融合的過程當中 核融合如果能夠處理能夠商轉 那當然啊 所以核融合產生的核廢料 在你的認知裡面 你認為是可以有核廢料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市長 你要做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我想問你核廢料要放哪裡 核廢料要放哪裡 以現階段 我現在講以現階段嘛 以現階段 當時中央講過 要蓋室內乾室儲存廠 結果現在蓋室外乾室儲存廠 現在也有在蓋室內乾儲存廠 市長 你常常在核安委員會 我也在核安委員會 你說你參加了一百多次 我也不會少你太多次 我沒有說我參加過一百多次 我也不會少你太多次 可是我常常沒看到你啊 我常常沒看到你在核安委員會 你一直我報告一下 參加最多的應該是我啦 因為我也參加了會前會 我看到李局長是真的啦 但是我沒有那麼常看到 剛剛議員說你有談到核廢料的問題嗎 還是回到核廢料的問題 核廢料要放哪裡 所以你都說中央說中央說 中央計劃要怎麼樣 那我想你也沒有比中央更好的計劃 你有嗎 你的核廢裡面有比中央更好的計劃嗎 你核廢料要放哪裡 你有參加好幾次的那個 核安監督委員會不會親自看過你啦 那有關於核廢料的儲存的安全 其實台電參加過好幾次 局長 核廢料的問題是國家很大的政策 台電也提出專利 你好歹也讓市長回答一下 你不要讓市長顯現了這麼樣子的無能吧 了解 你可不可以不要講 不然這樣只會顯現市長 你知道不清楚 不會 我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 他對核能沒想法 你再講下去就是顯現他的無能 對於 你不要再講下去了 對那個整個的核 那個有關於核 市長核廢料要放哪裡 那個核廢料的部分台電齁 曾經以專業的態度 在我們的核安監督委員會 談過好多次 國外的核廢料的儲存的一個經驗 他也談到說 你未來核廢料要再處理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到 像我們剛剛市長講的 環境潛勢災害的一些問題 還有受購那個整個的設計構造的問題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比中央做得更好 他有提出來說 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想請問市長 你有沒有辦法比中央做得更好 你告訴我核廢料要放哪裡 其實很清楚 我們在核安監督委員會裡面 擔任了那麼多年的指令委員 提過專家學者講了很多 以現階段 在科技還沒進不到一個成熟的態度裡面 台灣沒有一個地方要讓你放核廢料 市長 連運出去都不行 連運出去環潭都會抗議 你告訴我核廢料要放哪裡 台電目前有在選擇 台電對於核廢料的處理 他有一個選擇的位置 在這個政策之前 我要請市長不要批評中央 而且核電這件事情會產生核廢料 你也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在你說支持核電的同時 你要想想核廢料要放哪裡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不要缺電 所以在你不要缺電的前提之下 就一定要有核電囉 是這樣嗎 我從頭都講到一句話 要用核電 要有先結的條件 要把核安做好 核廢料出來 我已經講過了 那你在你的心中核廢料做好了嗎 核廢料目前到現在為止 重量還沒處理好 那你有更好的處理辦法嗎 所以 當時我在開核安監督委員會 就需要台電快速的做好選擇 快速的蓋好室內甘肅儲存 我現在就很明確地跟你講 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人民都不要核廢料 你要叫台電怎麼選擇 你有更好的辦法嗎 我就說連運出出還團都要反對了 你要怎麼辦 台灣就這麼小 核廢料要放哪裡 有國民黨的議員就要放他家 那可以放你家嗎 在開過四五十次的核安監督委員會裡面 的確台電參考國外的一個經驗 同時也令出一個 我們的選擇的條件 市長 我就要給你一個 這是一種專利 五個製送給你 在專利裡面他也講說 你在核能上面 這個環境潛勢你要注意喔 你還是沒有想法 安全要注意喔 所以你相信專利啦 你還是賜兩波千金 從頭到尾你對全台灣的能源配比 你只有再生能源 你有沒有核電 你要講清楚啊 能源的配比裡面有沒有核電 我認為你沒有想法 現階段有核電 現階段有核電 那要怎麼樣不特別你說啊 現階段有核電嘛 然後我們在整個能源的配比上 哪一個更能夠更快速 尤其在再生能源的腳步 能夠做到更到位 就是因為 提供了以後的非核家園嘛 那非核家園兩層也做不到啊 所以理想很豐富 那現實卻很骨感 根本沒有做不到啊 立能做不到 市長 因為我們沒有 的時候不可以給我們關麥克風 我們聯合質詢的時候 請勿關我們的麥克風 市長 從您剛剛在跟我們總召 這樣子言語往返 其實您真的很強 你槍鈴彈雨都經過了 這種言語 你當然一點都不在乎 但是我們回歸重點跟題目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對小學而言 這叫做廢話 我們一直在叫學生要好好讀書 好好讀書 好好讀書 你要告訴他如何好好讀書 這個不叫廢話 市長 請您聽我把話說完 等一下我會讓你一直說 一直說 一直說 可以嗎 市長 我想知道一件事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是與眾皆知的事 這不需要專家學者 只是今天您是新北市市長 今天新北市又有那麼多的核電廠 也且也逐年在廚藝當中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非核家園是不是 對不對 但是2025的非核家園沒有做到吧 我現在先跟你強調 我們現在沒有實現 我們非核家園是一個目標 是一個終極目標 不管終極目標的 這個時間點落在哪裡 我們的目標是不是非核家園 民眾還是最關心的 市長 您的態度是怎樣 穩定的電力 我們不論述 不是市長 您現在巧辯了喔 非核家園是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當然還有很多能源可以去代 體代 這個都無庸置疑 我就問您啦 新北市 你的綠能 你做到什麼程度 從八年的副市長 一任的市長 綠能 你做了什麼 我敢說幾乎是 沒有啦 你看我們的工友查理堂 太陽光電都在做啊 其實如果照您這麼講的話 太陽光電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太陽能 太陽能在我們新北 你認為適合發展嗎 他的發展潛力其實是有限的 我強調是有限的 再者我們還是回歸 非核家園 絕對是全台灣的人民一致的目標 當然主政者要有那個高度 跟有那個做法 來取代我們這樣子的能源危機 市長 如果說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今天您是新北市市長 我相信您也認為 核廢料不宜放在新北市對不對 那中央沒有辦法處理啊 不是 我現在不跟你扯中央 我再跟你扯市政 您認為核廢料不適合放在新北市對不對 那如果說 局長 您認為核廢料不適合放在新北市對不對 以新北市長的身份跟高度 我就可以論述這麼簡單的問題 不回答 這個部分 我不是不回答 市長我的問題要快速結束掉了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能源問題 要跟您請教 好好 市長 我只想問你 核廢料在新北市 是不是你不同意 這個台電已經說過 核廢料放在新北市是不適宜的 那您認為嗎 我一直問你的態度 你不要再跟我講台電 我們的我相信專業嘛 台電既然所有專業評估出來說 那就 市長您剛剛所說 我們台灣其實是處於地震地帶 而且颱風等等諸如的一些天然條件的傷害 您認為台灣適合發展能源嗎 那個核電嗎 我就問您這部分 剛剛都是您說的 所以很多的評估 為什麼中央台電一直到目前 沒有辦法針對核廢的部分 有一個適當地點 就是市長您說的嘛 找不到嘛 所以市政是國政 新北市的核廢如果不適合放的話 未來您主政 你認為可以放到哪裡去 所以市長 我們今天不是在跟您搶辯 我們只是很平心契合的 想要讓市長 未來有這樣子的高度的時候 說真的市長 我還想請教您一件事 您到底是要請假還是請辭 請假的情況之下 很多議題我們才有辦法進行下去 如果請辭的情況之下 就其實就做一個ending了 市長請假還是請辭 先給我們個態度嘛 好不好 我會把握我的時間努力 為新北市做事 你要把握到什麼時候 把握到17號 是嗎 是嗎 市長你不要閃避 好 市長 剛剛關於核電的問題 您也了解到 其實如果您有意角逐大位的話 很多問題是地方跟中央 都要連線 一起來合作 一起來構思的 對 那再來我要問您的問題 關於治安 也希望您 自己該負的責任 中央該管的事情 我們都能夠一起來討論 我想問市長 新北市近期發生了三起槍擊案 我們新北市到底有沒有責任 面對所有的治安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 中央該地方是一定要同心其力 共同面對 地方負責在執行官 快速破案 壓制犯罪 這幾起槍擊案 新北市的第一線的基層同仁 非常辛苦 當然 幾乎每一個人都逮捕到案 不否認員警的辛苦 沒有錯 所有不管是中央地方的員警都很辛苦 可是呢 降帥無能累死三軍 如果降帥無心的話 這才是更累死三軍 市長你有沒有心呢 新北市三起槍擊案 新北市有沒有負責任 整個槍擊案 讓市長回答 讓市長回答 你市長回答 有沒有責任嗎 有或沒有嗎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沒關係 我來回答 特別我跟議員 這是市長的專業嗎 特別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為什麼說 治安最重要是源頭管理 你的模擬槍管理不好 市長說得很好 源頭管理 你的模型槍管理不好 去年9月中央訂定了 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 你知道嗎 這個 議員你講的是那個 模擬槍的管理辦法 如果市長不清楚 我知道啊 這個很細的規定 議員你講的是 模擬槍的管理辦法 中央訂定了 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 今年1月6號 也訂定了 空包彈的輸入審查規定 市長知道嗎 那這個都是製造 這個槍枝彈藥的一個廠商 所以中央有沒有在做源頭管理 可是這個管理 可能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管理規範 外面還有這些改造槍枝 要思考的是這個問題 市長那您在2006年到08年 擔任警政署長的期間 槍枝有完全清空嗎 我特別跟爺霸 你可以看我等下整個世紀 暴力犯罪大幅下降 汽機車大幅下降 你回去看我95年96年 開始擔任完市長以後 把所有自然整隊 全部都下降到現在 市長您在擔任警政署長的時候 槍枝就沒有清乾淨過 那我要問市長 但是 為什麼槍擊案 最近都發生在新北 它不是在桃園 也不是在台中 保安議員 這幾件槍擊案 它都是有針對性的 別的地方可能也會發生 局長說得好 如果有針對性的話 是不是黑道看不起新北市 是不是黑道看不起我們何友宜市長 如果黑道或者是任何的犯罪分子 在新北市槍架 為什麼他們就敢在新北市做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案件 我們會讓它付出代價 這個是我們所有民眾的問題 為什麼就是發生在新北市 光天化日之下 可以在新北市開槍 所以它要付出代價 所以像這樣的案子 我們迅速處理 那我們不用檢討嗎 我們不用檢討 為什麼都發生在新北市嗎 雖然它一個嫌犯頭案 他想要把這個案子結束掉 其實我沒有要全部都規則於新北市 可是我們三波的行動抓了28個人 我們自己做的 欸 做的不足的地方 我們可以來做 中央做的不足的地方 我們也來檢討 一起合作嘛 是 別人對問題 我還是一句話嘛 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中央雖然有定一些辦法 就是所有的模擬槍 模型槍的改造 有一些辦法 但是 定的不過桌前 我必須要講 現在的改造槍這太煥爛 裡面很多的玩具槍金屬 稍微通一通 明確見就可以改造 中央面對這個運氣 趕快迅速調整步伐 不然槍擊案還會再發生 還會再發生 所以沿頭做錯 不然你會獵神 激成猴然 中央跟地方我們都要一起努力 那中央在沿頭 我們持續的在修改我們的法令要改進 新北市針對我們要做的也要 我們自己也要擔起該單的責任 再來我要問 這個土城槍擊案的金屬被遣返回台了 市長這全部都是我們新北市刑大的功勞嗎 我會跟議員報告 我們今年度的查過槍支是全六度對 我在問市長 尊重我們兩個 我現在問另外一個問題 土城槍擊案的主席金屬被遣返回台 這個功勞都是我們新北市刑大的嗎 我在記者會講得非常清楚 我要謝謝新北市刑大刑事警察局 共同組成專案小組 也謝謝 跟中央一起合作 我話講得很清楚嘛 所以我的新聞稿裡面 包括我話要講得很清楚 打擊犯罪不分你跟我 也不分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市長 這是我們就是 其實遠景根本沒有分地方跟中央 那您有鼓勵新北市刑大 那是不是也應該鼓勵我們中央在警察處 謝謝我們警政署的 那一天他們有派人來啊 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都有派人到現場來 我都給他感謝跟肯定 每一個我都沒有認識 都是我的老同事老部署啊 所以那一天就有來了 在那個記者會之前 我先問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過來 包括台北市 中山分級也派人過來啊 好 謝謝市長 對我們第一層 第一線基層的遠景 有這麼多的鼓勵 再來我想問的是 市長 呃 在這一次喔 這個國際刑警組織 當然是協助我們這一次能夠逮捕 這個祖賢回台的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那我想問一下 市長您在擔任警政署長的期間 2006年到2008年期間 有不少的重大通緝犯到國外 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您還記得這些人嗎 給我這個照片 還記得嗎 大部分都不太記得了 右下角朱腕熊應該可能印象比較深刻 右下角 朱腕熊 喔 可能印象稍微深刻一點 這個名字大概30年40年前的名字了 對 那這個呢 國際刑警間的合作 我相信市長一定非常了解 那這個都是靠我們國際刑警組織 可是我們台灣現在是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嗎 有嗎 現在不是 不是 有 對 我們之前也是會員國被迫退出 市長您知道原因嗎 我當然都略有所聞 也了解其中的問題所在 原因是什麼 其實這樣子 我在當刑事務警察局局長 當市長的時候 原因是什麼市長 我先講完吧 你總要讓我講 不要問一個單位 我要先把乃龍去莫講清楚吧 我擔任行務警察局局長 擔任市長的時候 前台灣第一批派出駐外聯絡五官 是我不斷的爭取 然後從4個 8個 16個 一直在派 那現在像馬來西亞這個駐點 能夠把它引渡回來 市長 那我們被迫退出國際刑警組織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很多種啦 當然也有 我也知道你們想要找 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幫市長 我這邊的答案 就是中國打壓嘛 就是中國打壓 那您覺得 這有沒有影響到 我們很多台灣 在治安防治上 會影響到我們很多的權益 跟影響到我們警方辦案 跟取得資訊 這樣子的第一時間 取得資訊的過程 所以當時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派聯絡官 柯敬中委就是聯絡官 派到美國去的 但這還是會有他的問題點在嘛 2017年雙北市舉辦市大運 我們也曾經向國際刑警組織 希望先鎖定可疑人士啊 但是我們就是被拒絕了嘛 我們就是被拒絕了嘛 這件事情市長應該 其實這樣說啦 雖然國際刑警組織 有些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去接觸 但是 我們管道都非常暢通 市長 我想您未來是有要角逐大衛 我想針對台灣的立場 我們的權益 我們該說的一定要說 我跟議員報告 面對中國的打壓 我們是不應該要確保的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它造成我們這麼多 面對國際上犯罪 有可能造成台灣治安上漏洞的危險 可是市長 你願不願意說一句話 你願不願意譴責中國 讓台灣沒辦法加入台灣 這個國際刑警組織 市長願不願意譴責中國 其實在整個國際合作的打擊犯罪裡面 我們自己有很務實的管道 去協調聯繫 因為打擊犯罪的語言 透過這些管道 警察對警察 時間都慢很多了 不會不會不會 你看馬來西亞 只有幾天就抓到了 就被拒絕了嘛 市長 國際刑警只是我都去過了 真正是務實 如果您未來要當我們台灣的總統 可是如果您連譴責中國 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 它傷害我們的權益 譴責中國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 那民眾會對您有很大的質疑 希望您未來跟台灣人民 都是站在同一個立場 好不好市長 打擊犯罪非常勿實 是警方跟警方之間的對接的合作 好市長 這可以比較實在 像馬來西亞 我們也很快啊 兩三天就把它弄回來啊 好不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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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市長 我們今天是因為是總執行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特別要求一下 你要知道盡量你回答 因為這個可以洗刷 說你說你說或是其他的 你說是 那一段我還特別說清楚 因為很多事情不是一分鐘兩分鐘可以說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的部分就由你來打 不懂的代打我沒有意見 如果你真不懂才代打 那你要問什麼 你問政策我一定很清楚 你要問執行的末端幾件幾件 那當然是簡單回答就好 大家每個有分層受責 因為我們局長都有另外的業務執行時間 如果今天業務執行是在前面 有很多話不用問你 我們只要問結果 所以由你來做結論就可以 好 再來 因為 剛剛你一開 以前 以前 你的態度是 很多市政 當然你負責 很多 處理不好的 或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都推中央 今天是不錯 你開場就有講 就是市政去國政 國政也是市政 都要相互配合 各有分工 所以我要跟市長討教就是 國家一個安全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的國家不安全 我們家也不安定 我們想法市也不安定 是不是這樣 這個關係你認同嗎 如果我們的國防 我們的外部 我們國家是安全的 我們是可以 在新北才能安居樂業 如果說市政做得好的話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國家 不是受到威脅或受到攻擊 我們 新北 可以免 免受一難 或者說 我們 家裡 可以很安穩嗎 你這個部分 你覺得呢 是不是都有相關 有沒有相關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是最上位的 對對對 最上位的 所以 市政國政 其實 是息息相關對不對 複巢之下也沒有完完 對啊 這個話我講過 你要講 所以我 要跟你 要把市長請教 別這麼說 也是市政 因為會牵涉到市政 那你又想去選總統 市長對於和平的定義是什麼 和平 什麼是和平 因為 如果說沒有戰士 就是要和平嘛 對不對 你可以說一下嗎 你對和平的定義 和平就是 大家 彼此之間 能夠互相往來 互相信任 互相交往 過程當中 可以帶動 養國 也很好啦 往前走 我講一下 如果說 沒有戰爭 是不是和平 對吧 起碼不一定啦 但是沒有戰爭 是一個最基本 不能戰爭 有戰爭還算和平嗎 如果有衝突呢 如果說戰爭啊 戰爭算和平 衝突就不會和平 兩個國家就不會是和平 戰爭也分很多種的戰爭方式 如果是國跟國家之間 戰爭還算和平 這個我是第一次 沒有辦法理解的 我沒有這樣說 不是我的意思 所以我剛剛問你 和平最起碼一般人認知 其實就沒有戰爭 當然還是沒有戰爭 對 但是如果說 或者說 沒有其他國家有敵對 或者 或者說 來欺壓你 是不是 是不是也應該包括這個部分 你聽好嗎 如果說和平 我把它講成說沒有戰爭 再來就是 不能有敵意 不能欺壓 這樣你認同嗎 我們要彼此互相 沒有啦 我說 你認同嗎 認同跟不認同 可是 好啦沒關係 你沒辦法說 我大概就這樣講 所以我還要問你 另外一件事 因為最近有在被討論 就是 尾期的和平 算不算和平 我們的和平一定是平等尊嚴的對待 那很好 謝謝 那我現在就跟你問 我們目前啊 在國際上 國際上 我們是不是一個國家啦 我們是一個國家 當然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那 在國際間 有哪一個國家 就是 它對台灣 有敵視的行為 你知道嗎 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你說哪一個國家 對我們國家有敵視 對目前 我們只要有自立有自強 不是啦 我問你哪一個國家 你自立自強 不是 你要聽我講完嘛 好 我就有前年有後語的 國家自己要有信心 國家要自己有信心 我們要跟 我現在問你 我是問說 什麼叫和平 不是信心的 我們可以打勝仗 還在打仗也沒有和平啊 打仗當然不算和平嘛 對啦 我會說 那你要先把我來往去 我講清楚啦 你講講 對不對 國家之間 如果有彼此有往來 彼此能夠有平等尊聯友善的往來 很清楚的善待對方 好 我是說敵意啦 我是說 如果我們 像現在 像共機一直來繞台 這樣算不算對我們 有施壓 或是壓迫 或是有敵意 飛彈對著我們 飛彈對著我們 是不是有敵意啦 對我們的國家的領土 或是航 這個領空 如果有侵犯 當然我們的國家 他還沒有進來 但是就是每天在那邊 跟你發話跟你一直繞 你覺得這樣子 是不是 對我們有敵視 或是飛彈對著我們 對著我們有敵視 或是來壓迫我們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不是啦 對 你這樣算不算對我們 所以 任何對我們 國家的安全 有騷擾 好 這樣好了 定義清楚了 我是問你說 目前是哪一個國家 有嗎 有沒有這樣的國家 如果你沒有辦法 我時間的管理 我就直接跟你講 中國 有沒有對我們有沒有敵意 只要對我們國家 任何 有沒有啦 中國對我們到底有沒有目前 你的認知有沒有敵意啦 我認為這裡面很清楚 對我們的國家 安全 有挑釁的 有傷害的 攻擊 那個攻擊 來繞台 好 每天在那邊發話說要封鎖我們 都是 像這樣子 一直演習 這樣子逼迫 當然 要表示我們國家的態度 要嚴厲的 只是問中國有沒有敵意 當然 好 有 對嗎 好 那我再問你 那這樣子就是 我們平常要不要做準備 平常當然要準備 所以還沒有開戰 要需要準備 對不對 平常當然要準備 好 強化 國防的自我防衛能力 好 平常你就要做啊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可以 再來 你知道 新北市 你在這裡 十三年 當 副市長 跟市長 好 我問你 我們新北市 有多少 那個 重要的部隊 國防部隊 在我們的 相關單位 我們在這裡面 我其實跟議員報告 你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就好了 因為我們經常有開會 多少 大概有多少 多少 你要看那個部隊的 不是不是 我說那個單位是很明確的 那是大的單位 我跟你說 有沒有入金 有幾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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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幾個單位 我看算一算 大概三四個單位有吧 我跟你說五個單位 細節不要跟你談 速度加快 好 你講 我跟你說 新北 目前 在我們這邊 就有二十一個單位 都是非常重要的單位 所以新北 是我們國防的重鎮 你知道嗎 知道嘛 好來 但是你知道 在戰 如果發生戰死的時候 有一個更重要的 在我們新北 是 在哪裡你知道嗎 淡水何口 淡水何口 我知道啊 還有巴黎這邊 巴黎這邊 是不是 還有一個台北 跟國家安全的 有關係 跟我們新北 也是最直接的啊 我是說 這個我們跟新北 都偷不了干系 但是你怎麼知道啊 平常的準備 剛剛你有認同 再來 你知道如果打仗的時候啊 市長的角色是什麼 市長就是 戰地的一個指揮官啊 在後期的戰地指揮官啊 民防總指揮官啊 民防總指揮官 就在後期的總指揮官 他要做的事情也蠻多的 是不是 蛤 要做的事情你清楚嗎 當然啊 清楚啊 因為有全民防衛動員法 有民防法嘛 對 那 我們經常有開設的會報嘛 防災 戰總 還有動員會報 事實上新北啊 做的事情是後援 包括人力動員 物力科技 還有一些設施的保護 交通 都要到位 這個都是新北的事情 但是其中有一樣 非常重要的 保二 因為前幾天你都在批這個東西 你本身擔任過警政署長 保二也是在你以前的範圍裡 這個平常啊 平常 不訓練 不做準備 如果碰到狀況 真的可以處理嗎 現在啊 保二他最近要做什麼 一些國營機構 還有工業區的安全 但是現在啊 事實上 犯罪 或是恐攻 或是其他破壞的行為 科技也是日新月異 對不對 但是啊 之前國民黨在跟你執行的時候 你竟然 當過使長人 跟在那邊 以而傳而 講說會去當 好像要做變軍隊 我是覺得這個齁 愧對你當過警政署長 你要不要我解釋一下 不用啦 你等一下 我沒時間啊 好 我是說 最重要的是 平常要準備 我跟你講 克林姆你說 都被攻擊 無人機 各方面的新的形態的犯罪 只是要加強 他一個防護能力 你都可以把他講成說 要去當兵 要去打仗 我是認為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好 我可以說明嗎 你說完了 我不用說明嗎 沒有 我不好意思 等你到後面再回答 來 市長 我們現在講 其實一直在討論就是 你 恭喜 拿到我們的總統大選的入場券 好像說國民黨說 17號正照 你先恭喜你 很開心 應該是真的 我看你也很開心 就是這樣子 那在討論這個啊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一直跟你 討論有關 統籌分配款 那統籌分配款啊 其實是一個國政 那我們先從國政先不講 我們先從市政開始講 有關李基成啊 其實就是一個縮小版的 統籌分配款 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李基成 大小里不一 那現在就是一個月五萬塊 然後十二個月六十萬 然後我想請問你 現在大小里 不管他的人口面積跟環境因素 其實這都是我們考慮的方法 可是為什麼是齊頭是五萬塊 要是你改 要怎麼改 你可以先從這邊開始改起啊 所以我想問一下市長 如果我們至少要每個里 一樣是五萬塊 那未來大里小里人口 怎麼樣改 你要跟我講 我要改之前 沿頭的水庫 給我水 我可以更多的資源 那你水庫不來啊 你統籌分配色改 多一點給我 我可以給大家多照顧一點啊 市長 現在在講 我們以里為單位的話 他的圓通水庫 就是市府的預算 我市府的預算 是中央很多 市府的預算 既然你現在都在講到 剛好你也講到到 網上面 當然啊 那恭喜你拿到入場券了嘛 來 那你要跟我講 我們現在新北市政府 你一直講說不夠對不對 統籌分配也不夠 那想請問一下 那你要怎麼改 因為現在是你入場券你拿到了耶 你要記住喔 入場券拿到 現在都可以變成你未來總統的政見 你要怎麼改 要怎麼改 基本上喔 我幫你歸類啦 大致上有好幾種啊 第一個 就是統籌分配可能 就是說 裁員啊 你要從裁員改呢 還是從分配上面改 就分這兩項 我想請問一下 市長 你要怎麼改 你要改哪一項 我想問啊 這樣子齁 沒有 你講你講你講 你先講 沒有 你講 你講 你要為裁員開始改 要怎麼改 你不是要跟你講 沒有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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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希望現在就能改 不用等誰 沒有 你怎麼改 現在鄭文燦在召開會議 不是 市長 現在我們不要講說 民進黨執政會怎樣 因為你現在拿到總統入場券了 我想問你 你怎麼改 這樣子齁 我起碼齁 我會尊重專業去調整 在 我先講清楚吧 的確 專業 專業絕對會去調整 調整 起碼 讓 很多 資源分配 不平均的 六都或各縣市 如何做到更平均的方式 那我就問嘛 你到底是 要從哪一項開始改嗎 你分配不平均 或許剛剛 有一位議員講說 人均嘛 那來怎麼改嗎 這有各種分配方式 以現在分配方式 你要怎麼改 譬如說 我講簡單的 裁員 就是說 盧秀燕所講的 把柄做大 那請問一下 把柄做大 所謂的條件就是 我們從 營業稅所得稅 貨物稅地方 增值稅 土增稅 你要調高哪一項 這就是 你的柄做大的方式 你要跟我講 你要調高哪一項 來 這是裁員嘛 第二個 分配 中央跟地方 中央佔6% 地方總共佔94% 那請問一下 你是要縮減中央 還是增加地方 還是縮減地方 這都是分配的方式嘛 局長 其實這是比較到 國政的問題了 這樣子 國政喔 國政 其實 這裡面的分配稅 要整個做好 全新的調整 把那個公數比例 重新再試算 不然是人口的數目 還有土地的面積 還有是 營利事業的營業 我們要去前面去做一個檢討 檢討完以後 這一定都是這樣子 再來把柄做大 然後才做著 所以說未來嘛 所以說 市長 我就跟你們報告 其實您講的都對 但是重提 問題是說 第一個 柄做大 一定 某種程度上 稅收上面要 變大 那請問一下 你是要提高哪一個稅收 對啊 你先講財源嘛 我們先講財源 欸 局長 先講財源 因為這是屬於國政的 這一個 因為我們所有的稅收 是中央 市長如果不懂的話 是請局長回答 我們本來就中 我們的稅收94% 幾乎都是中央收走 好 地方稅的部分 就像說 因為稅本來是屬於地方稅 中央也把它拿走了 對 欸 我們現在就是講說 因為他拿到總統的入場券 我來講嘛 對 要從哪裡開始改啊 中央跟地方放的 把我們收的太多 跟本土回來玩就好了 所以未來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機會 會把它納入到政見 未來你在總統的候選的政見 就是說 我會把中央的統籌分析減少 然後地方增加是不是 最重要是要我們把公式 比例 公式去做好事 所以 都是分配比例的問題 無論你從哪個公式 都是分配比例的問題 所以這都是分配比例的問題 要嘛是從財源開始解決 把柄做大 要嘛就是從地方分配開始解決 那你有地方分配 公式 無論你怎麼公式 一定還是會有 誰增加誰減少的問題 所以說有中央6% 地方94% 你是要從中央開始砍 然後來增加地方 等一下 局長 這就直接政策 那是國家的政策了 等一下 對 那所以我才問嘛 這一定是 我跟你講 專業是歸專業 但是公式是大致上都在調整的 只有變數在變 所以說這變數是可以調整的 並不是專業的問題 你一定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定要從哪個地方開始嘛 你要嘛要調降中央的部分 增加地方的部分 不然就是從財源開始擴張嘛 那來 我們先講中央地方不要講了 現在再講 直轄市跟直轄市 直轄市 我一直聽到說 因為市長您有說嘛 台南好像 你感覺 它的 紅拿比較多 高雄比較多 包括剛剛那個議員提出來 也說好像比較多 那請問一下 要怎麼改 這比例 怎樣才是 你覺得是 OK的 但是起碼現階段 不要對新北市差異性這麼大 那當然嘛 還是你的政見 未來 我也是很高興 你願意為我們新北市 爭取更多的 對啊 看到這個你都不幫我們爭取 我真的很願意 我也願意支持市長 我極力 但是沒有做 未來你在你的總統政見裡面 要怎麼樣去調整 增加我們新北市 可是增加新北市的話 相對的 直轄市互相嘛 丙就這麼大 來 你要從哪邊開始減少 哪一個直轄市開始減少 我知道大家都會碰上困難 對 那是你的好朋友 燕子 吳秀燕開始減少嗎 這個跟議員報告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其實他就對於這個部分 六都的部分 沒關係 現在是市長未來的總統政見 你要幫他嗎 他就問說 你從新北市 你的新北市 要增加的話 勢必會排擠到其他的 那從台中市嗎 跟議員報告 總統分配款 那請問一下 是從台中開始減 台南開始減 桃園開始減 還是 跟議員報告 只有我們 親北市不減 維持現有 各六都 該有 基本的額度 我知道 因為這個 政財政局的專業 可能市長沒辦法回答 沒關係 其實我要講 其實我要講 他有一個試算的比例跟標準 公市 市長 一定有其中一位要 只有其中一位一定要 其中一位 一定要有人減少 你才有辦法增加 餅就這麼大 市長 一定是 公市怎麼樣算 都一定有人要減少 有人增加 那減少的話 財政部現有的規劃 我們以前也有 沒關係 那我就問你嘛 餅減少 誰減少誰 最起碼維持現有的額度 那就是 那你現有的額度就大家都一樣啊 那你還是沒增加 那就是中央跟地方合作 他在總統的政見 就是沒有辦法幫新北市增加 那你就統籌分配款 在未來 侯友一市長 選總統的政見 也是沒辦法增加嘛 其實這個問題 那就是 人家有說 最近有人家有說 這人說的 不像我講的喔 那個口號猴 空話猴 安居樂業 一場空 你不要亂說話 沒有 是人家講的 你不要自己說的 沒有沒有沒有 是人家講的 你太政治化了 謝謝謝謝 好好做啊 我來特別跟議員補充一下 中央這個一定有一個試算的標準 把那個試算標準 好好做一個調整 符合大家的需求 請長後來再來補充 我們共識也差不多十幾年了 聽說你最近要幹大事 所以我心中有一點這個痠 有一點痛 這個感覺叫痠中痛 所以你現在要即將做更大的事情 對新北市有沒有這種痠中痛的感覺 我每天都在做市場 做市場 我是說 你現在對新北市的感覺 還有這種痠中痛的感覺 因為大家最近對你提出來的 就是很多還做不到的 我們特別講一下 來 我比個手勢不知道你瞬間有沒有看到 這個 你怎麼看 你的那個新聞局相關的局處 都沒有跟你說 這個最有名的 沒有 市長不知道 這叫Flower 沒關係 這個 大家這個團體來自於這個Playping 我們特別要提說 你看最近高雄 有邀請這個Blackping到那邊辦演唱會 那其實過去我們板橋一直在做這個歡樂耶誕辰 我大概講一下說 這是這個高雄辦演唱會的效益 除了你說這個所有媒體在宣傳說 我們大家都去高雄 你就看IG 大家都在宣傳說 我到高雄去看演唱會了 今天我拿到票了 明天我還可以排到 你看光那個排隊的盛況 或者你看造成周邊 無論住飯店的效益 這個夜市的效益 還有這個百貨公司的效益 基本上都成長50%以上 市長你怎麼知道那是什麼團體了 Playping 你知道嗎 韓國人一個什麼偶像團吧 那沒關係你再惡補一下 不然年輕人在想什麼你可能catch不到 那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過去市長任內 真的都沒有任何的這樣的一個國際團體來辦演唱會 或者是說其他相關藝文的團體來到台灣耶 我們只有大概看到都是一些比較好像大型的活動 甚至我們之前有討論過這個新北壁 不知道現在執行的怎麼樣 說是為了要活動參加有更多人來 我覺得反倒這不是好的方法 我可以演說一個說明一下 這個辦理活動有的是要互惠去看耳像明星 新北市辦的大型活動像花樂一旦城也不需要互惠 市長我跟我們建議就說 我還吸引了很多國際人士來啊 為了要幹大事 怎麼會輸給別人呢 每一個城市的地形貌 因為你看花樂一旦城 我們都還要花錢 然後請他來唱歌 每一個團體可能才三條歌 然後找很多團體來 結果花我們的公堂 可是你看像高雄這樣子的 或其他相關的地方 人家邀請來 他們本身也提供一些相關的補助 可是得到的效益是更大 我們自己辦的活動 我們自己花歡樂一旦城 有七百多人次來參觀 討論過這個問題 其實就花一億了 光這個就花一億 你看演唱會人家也沒花那麼多錢 那還造成周邊的效益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歡樂一旦城不會造成周邊的效益嗎 所以我們不要再提 真的我要講的是 最主要的是 我們這幾年來沒有聽到任何的演唱會 我以我這個過去遇到的 你知道什麼時候 陳奕迅在新北市辦過演唱會 你不知道喔 什麼時候周杰倫在新北市辦過演唱會 你不能找單一個人 我們這裡辦演唱會也有 沒關係啊 來來來來來 那不是講 年輕人比較喜歡 所以一張你愛聽 不會啊 這就是我酸中痛的感覺 所以你要聽一下說 你看剛剛BlackPink你也不知道嘛 你不要說個別 我們這樣的演唱會 過去在周錫瑋的時候就辦過了 就在海參運動場 陳奕迅我有去啦 周杰倫我有去啊 人那時候也沒有說特別怎麼樣做 但是至少那時候現場都有到 而且他也非常重視說 能夠把這個爭取到 所以我是說的 新北市一直有這種孫總統的感覺 未來你要努力來補強 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新北市還有什麼 觀光做不足的 我們五星級的飯店有幾家 五星級飯店有幾家 四間啊 四間啊 四間喔 對四間 我們的凱撒啊 西爾頓啊 凱撒不是吧 凱撒是啦 不是啦 是啦 有一點不是的啦 那五星啦 你現在說五星級 沒關係沒關係 表示齁 你看新北市這麼大 啊 不管你說的一間還是四間 就我知道大概一間 啊 你說四間 新北市這麼大 為什麼才這麼四間啊 是因為我們 觀光的輔導方面 沒有很注意嗎 還是有什麼想法 反正你可以補充一下啊 請拿到 其實真的我們不知道耶 的 相關觀光 我們現在戲 新北也在努力 当然这个相关的投资 我们有跟府内的一些 这个向金发局 也来从事招商 那当然相关的条件在 这个两三年的期限疫情 所以未来 这个相关新北市要做规划 请加强 这真的是完全没有 你看 其实五星饭店也有相关会展的 一个做法 国台民说他要带所有的厂商去 国外招商 招商回来你不用说一些说明 如果厂商非常非常多 你看国际各大城市 都有这个会展中心 开会的地方 或者做展览的地方 结果审判时间会大 都没有 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市长 这些事情要是做得好 好好做事情 最重要 谢谢 我不是在你肯胖中 好好做事情 市长 有安哦 辛苦 不会不会 谢谢家里 不好意思 议员的资责就是要跟你感动 所以有一些东西要跟你请教 好 谢谢 很多天我看到叶源之叶议员 他在讲这个我们新北疫情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这些局处首长 在新北疫情的时间 真的付出很多的心力 还有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包括我们的警察和我们的医护人员 非常感谢 当然市长也很辛苦 但是市长我觉得你没有说一句话 我认为说不够厚道也不够公平 市长有讲说 蔡英文总统没有关心新北的疫情 我想请问廖局长 警察局廖局长 请问一下 新北市警察局如果 总统来到新北市 你们会不会接获相关的通知 会 我们会有特勤的进入 好 那我们的卫生局局长 如果跟疫情或是跟卫生相关的 你们也会知道嘛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很遗憾我们的卫生局局长 昨天前两天讲了那个话 事实上总统 他在110年2月12号 他就曾经到我们1922 疫情通报及咨询专线 为问我们值班的同仁 请问廖局长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任 那是黄局长嘛 对 好 那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同仁 请问我们的卫生局局长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 好 那我们警察局局长 至少警察局会知道 总统有来吗 对不对 如果他有通报特勤 勤务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 那如果他没有通报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 事实上呢 我整理了总统 在这三年来到新北市的一些行程 也曾经跟侯市长同台过 包括我们这一个 相关的驻都中心的社会住宅的开工典礼 还有我们锦销社会住宅在我们中和 也很感谢市长也很关心 总统也很关心 事实上呢 总统到这个新北的次数 其实是挺多的 关心我们的疫情也蛮多的 首先我要跟市长 还有各位好朋友报告 总统交代我们这些工职 还有我们的立委 在我们的服务处 成立了疫情的转服务中心 市长你觉得 我们议员 还有立委来协助做这些疫情的服务 是不是对的事情 每一个人 任意为疫情付出都是好事 是对的事情嘛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总统除了慰问值班同仁之外呢 他还在中央指示 在2022年5月14号的新闻 他在5月13号指示 下令加开大型裁检站 北北基讨有九个地方 请问卫生局局长知不知道 跟一座报告 知不知道 我们先回到前面 有没有 知不知道 总统来的那一次 他是去中央的1922 知不知道有三个 有三个筛检站在我们新闻市 大型的筛检站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很早就一直在中央在升级 请教一下局长 请教一下局长 这个有大型筛检站在我们的这边 三个筛检站 其中有两个是用三种 国军这边来支援的 还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啦 三种是 一起合作 有没有 有 跟预作报告 我们中和来看我们的分局国防派出所 慰问第一线同仁 那一天首度加入的国军支援 支援10车20人投入防疫工作 请问消防局局长知不知道 我们有配合 有吗 确实国军有资源嘛 有 刚开始的时候要经过训练 刚开始国军进来的时候 还要经过规划 规划一系列的训练 军方支持消防人员专责分工统一调度 送疫情还有有关的民众 规划有三车六人以地区分配 主要以板桥中和 也会是人手加派 好 国军的加入有舒缓消防人员的负担 有没有 我想在过程里面 有经过训练 因为刚来的时候一切是他有人车过来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训练 那我再问卫生局局长 请问卫生局局长 我们三重集中检疫中心 当初在设置的过程当中 国军的化学兵有没有协助本市 集中检疫所的环境消防工作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国军在这一次上面呢 给予我们的一些协助 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就好了 事实上我们在全部 全部各县市 很多的这个化学兵都有协助 做这一些方面 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一座讲 这些我们跟中央 我们在整个的疫情中间 在CDC 在疫病中心 我们都去一起 事实上蔡英文总统 关心新北的疫情 我也曾经居中协调 在2021年6月5号 要找侯市长的时候 卡等会找不到人啦 那我感谢后来有找到人 因为局长因为市长在开会 我想我们都可以体谅 当时请这个蒋志威 我们优秀的处长这边来做协调 总统也曾经在2022年的5月份 跟医师共会来联系 希望说可以协助新北 但是因为在跟市长沟通的过程当中 市长说他不需要 但是总统一样没有放弃 协助新北 我们一样希望新北的疫情可以控制住 但是过没两天 就被我们的张爱津局长骂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持续在做 总统指示新北市小沿之友会 在2021年2月1号 跟2022年1月19号 到当时副市长 谢政党副市长 是不是有接受新北市小沿之友会 6万元的问款 你有拍照 黄局长也一起 请问 有没有 你只要告诉我有或没有就好 小沿之友会拜托我 他们要去警察局捐款 我还协助 事实上还捐了防疫物资 总共捐了600万 给新北市相关的相关医院 双合台北医院在新庄 三重的市立联合医院 板桥亚东医院 淡水马街医院荣总 还捐了相关的物资 在土城分局 永利消防队 设置分局等等 所以请这些局长 要把讯息告诉市长 千万不要蒙蔽市长 市长 总统是关系新北市疫情的 但是总统确实没有到新北市来 市长非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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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同仁合作 市长请回 我们休息至下午 下午两点开会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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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